乔兹什么实力能否接近大将 好家伙 这么看得起乔兹吗 乔兹在点上大战 前期表现非常抢眼 直接把阴眼的斩机给拦一下 直接弹向天空 直接挡了最强剑合的斩机 当时那个情况下 乔兹展现钻石果实能力的出场 足够经验 在后续乔兹在轻质攻击白胡子的时候 直接撞轻质 把轻质给撞肚鞋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乔兹的实力 当时期望 可能我们大家到了顶点 哇白胡子的这些队长这么强吗 乔兹算上马尔科和艾斯 算是白胡子的第三富皇 已经这么强了 但是后续乔兹就被明哥控制了 在这之前他还撞到老沙 老沙还感叹乔兹那么大的体型 速度还可以那么快 所以从老沙的话语来看 他当时打不过乔兹的 那明哥控制住了乔兹 其实也不能说明什么 所以明哥在当时能否强于乔兹 乔兹其实是不能断定的 后续乔兹就继续跟轻质打 然后后来我们就知道了 轻质卸了乔兹的一只胳膊 所以乔兹的实力 到底是什么水准呢 我觉得至少是比捷克 更有拿出来吹的可能的 因为他毕竟打过轻质 虽然打不过 所以整体来说 乔兹的实力水准 应该就是富皇 第二富皇或第三富皇的水准 强于一般的第三富皇 但是第二富皇应该就是他的上限了